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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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件事情 不是事情是情感 刻骨铭心的 情感经历 用成为录的词 对就是用那段词去说 但你可能表达自己的内心 然后当时吧 也不知道就怎么在 那个诡异的气氛下 突然一下因为我平时其实不算 一个特别感情的人 唯一的情感经历就是失恋了 是吗 感情经历也不是那么丰富 但是客户铭心 但是好在还有那么一点 所以挺感谢那段经历的 对然后就是 就是开始说说说 一开始都还好 但是就是越说越难过 越说越难过 就是感觉就是 那个经历就好像 被拉回来了 然后感觉这个伤口 又被揭开了那种感觉 就是你就对着他诉说 就已经那时候 已经完全忘了他了 我当时说 我说露露 你一定有一个就是 客户铭心的情感经历 我说你不用跟我们讲 你只用陈白露所有的台词 把你的经历告诉我们 经过这个体验之后 你是不是觉得 你心里健康了许多 我一直觉得我挺健康的 不是 但是我是觉得就是 我没有想到过 就是我的情感 在这方面还可以这么爆发 因为你知道就现在 有这个实证的西方的 很多心理学研究 有些人不是为了当演员 但是他学表演 就是你的很多这个痛苦的经验 其实你要说出来 当你在说并且真把感情 带出来的时候 他们有这个测验呢 你的免疫能力都会得到提高 然后人的生活状态会得到改变 这就是人们说的治愈啊 然后呢 对于这个痛苦的经历呢 他提上你要写下来 分析他的原因结果 就是情绪认知 然后呢 经过这个过程之后 似乎呢 你就变得健康了 为什么要选择20多岁的 去演这个陈白露呢 因为陈白露其实就是20多岁 他没到30岁 感觉在戏里边 写出来的那个沧桑 经历多呀 他的经历多 就像阮玲玉一样 25岁没有了 但是他前期的经历太多呀 您说这个曹宇先生 就是受到当年阮玲实践 对 刺激 写的这个 为什么用它 其实这又说复杂了 就是我们剧院 到了新老交替的时代 剑上的责任重了 就是 一次是92年老艺术家 茶馆谢墓 一鞠躬 我当时在后台 我就哭了 就哭 而且哭还特少 这样 然后 就什么 天塌了 他们退休了 我们怎么办 对 然后我们也 这三到五年就退干净了 但退休不一定不演戏了 但是退休就意味着 下面的新一代怎么办 所以这两年 为什么我拼命地 招很多年轻的人办学 重新办学员班 其实就是希望把人意的这个 接续下去 你们对冯老师画画像 噩梦 没有 那真没有 没有 没有 他吧 特别逗 就是我 我几乎在上台之前 三个月没有说过他好 而且他说什么 我啪就一句话怼回去了 中间有最崩溃的几天 我就觉得 哎呀 反正我是不是不适合演戏啊 我感觉我不会演戏了 就就就这样 曾经濒临这个 对 很绝望了 对 那就快到重生的时候 我能知道 那几天我知道他已经不行了 他眼睛里头已经没有光了 非得这样 这人 对他 重生的时候就到了 对他 哦 只有对他 对他不用 对另外的演员不用 那对他为什么要这样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不能输啊 嗯 陈白露 如果陈白露不行 这个戏就塌了 那是 那么他不能输 为什么要把他打击到 眼睛里都没有光了 对自己产生怀疑了 就他原来放的光 是不是陈白露的光 不是演员的光 他原来放的光 我是女主演的光 我没有 你一定有 你自己没有意识 对啊 就是那个时候 他的不自信 变成了他用一种 反向来表达 对我要显得 我好像可以控制 很自信 能控制 但是这是最可怕的事情 你看不出来的话 你就被他的这种 假装强大给迷惑 对 他就容易走歪了 你知道吗 就越来越虚 他越来越假强大 但是这种的演员 一旦是 你不给他条理过来的话 他崩溃的时候 他就彻底崩溃了 就等于毁掉了 哎呦 所以我必须是 先把他的外表拨掉 就你什么都不是 这个师徒之间呢 真是 你有没有 有一个电影 叫什么爆裂鼓手 有些时候真的 这个意义要传下去了 他真是这个 这个师傅 他可能用各种心理学的 对 办法 对 就像他那次哭 他想劝我 不要让他哭 哭够了 就哭到他没劲了 我哭我都不想哭了 好再来吧 我当时 哎 那个时候 陈牌路 恨恨 恨恨 那时候恨那时候 无情 倒也没有恨 就是有点 过去的自我解体了 解体 是吧 解体的时候 可能人格结构内部 会有奇迹发生 对 表演其实窗户指 捅破了 你就眼前就开了一个世界 所以你别觉得受打击 这人有的时候 还真的是 你下不了地狱啊 你就上不了天堂 因为他们都是被宠的 爸爸妈妈宠 爷爷奶奶 姥姥姥爷宠 对吧 然后学校老师现在也得宠 因为学校老师不敢训 现在 规定 训了你 训了一头素 你别干活 所以他们是被宠大的 就这一代的年轻人 和比如说咱们这个年龄 或者更老一辈的相比 是什么地方差点吗 或者必然在什么地方 还比咱们强点 他们比咱们强 不要拿我们现在跟他们比 要拿我们同龄的时候 跟他们比 那时候我就是傻子 我觉得 明白了吧 对 可是人家现在不是傻子 你给我个精着呢 我说的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们的信息量 比我们大很多 我们现在是用经验 是用人生阅历 来看待他们 所以他们什么都不行 但是你把它放平视线 你跟他看的时候 你会发现 他其实比你强很多 只是你没有挖掘他 只是你没有给他压力 因为他们没有尝试过压力 你看我现在听很多 像这个二十多岁的孩子 也挺讨厌中年人的 就动不动就说 你说话都是那个爹味的 是吧 那像跟老师互动的过程中 你们的感觉呢 我是从小受的熏陶 就是首先是尊师重道 然后尊重长辈 就是从小受过来的熏陶 然后再加上 我家里边都是 戏员们长大的 他们这个辈分上的东西 更没什么 我又去当兵 所以他身上还是 所以你能习惯严格要求自己 对 我是能习惯的 一直是在这个规矩里边去 规矩的范围内去活动 尤其在部队里边 他的抗压能力特别强 针对他来说 我就是想压力 必须给压力 因为陈白露落到你身上 可能小孩会觉得我幸运 但是有的时候 他可能没有意识到 这个角色的分量 就是成 你就成了 败了 那就败了 你就败了 对啊 你有没有想过 要去砸了呢 他那会天天跟我说 换人 一个是换人 他说你 这个戏换了没事 但你要演砸了 以后你就没有人找你演戏 你就不用演戏了 你在学习表演的过程当中 你觉得你有什么 就是性格上的优点 或者说缺点 我觉得就是以前吧 就是我比较理性 他特别逗 我给他做一个训练 就是在训练 就是我们就是 就是有一种拉扯式的训练 就是为了让他有那种爆发力 你知道吗 然后呢 这逗我们就开始折腾他 然后就推他弄他 就是推他呀 让他在中间 就是找不到那个 就是永远有阻力的感觉 也没有平衡感 就是让他有一个 想要有一个爆发 结果呢 他人家心里 开始还说词 还那什么 完了以后 几个在那累的看着他 他说 啊 我知道你们就是想要我哭 我当时想来着 后来我想我就是不哭 理智吧 我当时 好吧 我啥也没话说了 只能真打了 不是 继续压迫吧 为什么 因为他的理智告诉他 他不感性 那么一个演员 最可怕的就是说 你不先感性起来 你愿意理性 其实演员是需要 既感性又理性 怎么让他感性起来 那就是你需要 打破他的那个动作 还有一个就是 他其实比较刚 他男孩性的 就他 他基本上是属于 跟男孩子如果说 什么没看出来 对 看不出来 他基本上要是 跟你 跟你呛呛起来以后 他上来就是 一锁脖 就锁脖 就这个 我俩吵架 他这么着 哎呦 哎呦 装挺像啊 他真的是现在 柔软多了 所以为什么我让他看 那个 前一段我让他说 你大量的看 苏菲马索的片子 就苏菲马索 就是有刚和柔的 这种 非常棒 他非常会演戏 他说他又不是 陈梵乐 你让我看他吗 我说是好演员 我说是好演员 你要看好演员 你现在刚柔相继了吗 女侠 他现在 现在是由言不尽 我一开始不理解 我说 他们有些女人味的人 这是女人在哪里 我看不懂 我觉得 也没啥呀 不就看一眼吗 那你现在懂了吗 后来我慢慢地知道 他真的 他就是透出来的东西 他就是不一样 就是他会有一种 很微妙的那个东西 那你觉得那个美吗 美 现在能看到美了 让你的学生 开发了谁 他原来是觉得 哎呀那多做作呀 他现在能觉得美 不是 以前看到的是那种 就是那种 但是苏菲巴桑那种是 就是定定的 然后这样看着 你就从骨子往外 透的那种东西 那种高级的 对 那种那个庸俗的 那个狐媚 刻意的 和那个自然流露出来的 女性的吸引力 以前我都看不见 那层东西 我不知道有那东西存在 所以你看 这冯老师 不但拯救了 这个陈白露 而且我觉得 在你的人生上 你也有提升 从此可以 诱惑更多的人 吸引更多的人 其实他就开始感性了 因为我还看过记者 问过您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这个流量明星 对 就是他先是流量了 流量明星 有可能把自己 塑造成一个好演员吗 可以 只要你有时间 对 然后他的经纪人 就跟你说 我们没时间 对 只要你有时间 所以这个就是矛盾题 就是你想成为什么 就像我在到学校 给学生上课似的 第一 你想做什么 你要说做演员好 咱们俩好好聊聊 你要说做明星 你别找我 你找你经纪人去 因为你从现在起 就得制造新闻了 从现在起就得去 对啊 对 你就得制造各种 新闻上能看到你了 那是另一路 那是另一路 还有一种 就是你把这个事情 当事业 还是当饭碗 如果你当事业的话 好 咱们俩聊 如果你当饭碗的话 我就告你一个方式 特简单 三个戏放在这 哪个给钱多去哪个 别考虑戏 但是你要当事业的话 三个戏放在这 你一定要考虑 哪个戏对我未来五年 十年有好处 可能给钱最少 你一定要接这些戏 我好奇啊 白鲁这个咱们不装啊 就是 因为女孩子青春 也有限嘛 对吗 而同样这些年 比如说有一个电视剧 或者偶像工业 可以打造你 但是另外就是 你要在这个 仁义的这个戏剧舞台上 去打磨你的演技 它很显然有一个 世俗成功的区别 你就成偶像了 你面临过 第一你面临过这个矛盾吗 第二你对这事怎么想 偶像吗 偶像我就 不一定是偶像 就是有 就是让你马上成为流量 让你能活 能能活的机会 不反对 没有啊 那有很多人找我去什么 101啊 偶恋啊这种的 嗯 你为什么不去呢 那我要演戏 我去那干啥呀 哦 对 更出名不想吗 我可以通过演技 证明自己 为什么要去 那更慢呢 慢 那快 那上的快 下的还快 而且进到北京人的小孩啊 我我 起码我小时候就有这个 我觉得我是人意的 嗯啊 我觉得他们内心或多或少 也有一点小清高 哎 明白吧 这点清高很珍贵啊 对 就是我个人 我一直给他们灌输这个 我说我们是人意的演员 就是你一定要 明白这个 其实你明白了这个以后 你自然而然就会清楚 我应该做什么 我应该不做什么 我听这个冯老师的表演课啊 我很振奋 因为那个许多年前 我也尝试过哈 但是呢 我就认为我干不了这行 是个很蹩脚的这个演员 但影视圈很多人都跟你说说 我跟你说演员就是天生的 嗯 一看就知道行不行 不行 你怎么上四年什么电影学院 他也没戏 我听到这种话特多 嗯 但是我后来看到你一个观点 我感到很振奋 嗯 你是这个格罗托夫斯基 对对 格罗托夫斯基 对 格罗托夫斯基 这个这个专门到德国学的嘛 对 然后你这个格罗托夫斯基 他说这个说 这世界上每一个人 只要是智商正常 对 他身上就有表演黄金 对 区别在于有些人开发出了三四金 有些出身 开发出了一二两 对 我真有希望吗 真有希望 就是说不会演戏的人 一样 经过你的培养训练 对 有什么办法呢 一个月就可以让你 对 我在电影学院 你有点搞传销了 不不不 我在电影学院摄影系 从13年给摄影系上课 现在已经有三个学生 去教表演课去了 我说这怎么神的 我说这怎么训练呢 后来我看了一集纪录片 我说这演员就是运动员呢 就是第一呢 我们现在就是 我直说啊 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些学生 从中系也好 电影学院或者是上系 这些学校毕业以后 他们的基本功都比较弱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可能 艺术院校对基本功的训练弱了 你指的基本功是什么 就是最基本的发声的 土字归音的台词的训练 成功 出成功 很多人不出成功 所以你比方说 我就只去年九月份 招的这些学生啊 就今年要分来的这些学生啊 你能看到很多学生 包括前几年招生啊 这个人一考试 我一看 他教给我的 他在台上给我朗诵的段子 是他考大学时候用的 你知道去年我们考试的 很多男生 90%的男生 说形体汇报 说老师我给你们表演的形体 筷子舞 蒙古的筷子舞 艺考机构教的 也是在他考大学之前学 那你四年干什么 这是很可怕的 所以我今年我说了 九月份我要再招生的话 男生拒绝跳筷子舞 真的 就是说你会觉得很可怕 然后一个出世的小孩 我觉得他还挺好 我说孩子你还有 还有独白吗 老师你不就让我准备一个吗 然后我说 那如果你进了副试呢 那我再准备一个 那这个态度就让我很害怕 我敢要你吗 我不敢 我们曾经招了一个小孩 跟你一起的 李月 他在考试的时候 朗诵完了 说老师我要表演形体 就在那记 蓝天叶老师说 孩子 说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说老师你说吧 就穿鞋 说你还有什么独白的 片段吗 老师记着鞋带 你想听中国的 还是要听外国的 然后说我不听了 就冲你这句话 我就不听了 他准备了七个端 就未考人意 所以我不管你是现准备的 还是之前准备的 还是怎么样 但是你起码有这个底 在这放着 对 对吧 所以我就觉得 就是一个学生 你如果说你读了四年大学 我一直说 你拿了一个合格证来了 一页证书来了 但是你不是一个合格的产品 我没法要 所以先从基本打起 对 就这两年好一些了 我们之前几年 经常在观众的留言簿上 写着年轻人的台词听不清 这个招练下来就能改变吗 你应该最有发言权 我一开始声音特别的扁 就是可能就是 远尔尔寿南方人说话的习惯 就是容易靠前 然后后面烟枪就不打开 对 然后通过那个啊 然后就打开 然后整个气息也会变通 对 就刚才那个做的气息的问题 对 就整个你表达是舒服的 不然你总感觉就是卡在半截 但是刚才提到哥洛托夫斯基 除了哥洛托夫斯基说 每个人都有 你比方说十个婴儿啊 嗯 他身上是具备全世界所有职业的可能性的 你全世界的所有职业的特性是 每个人身上都有这个份的 都有这个份额的 只是后天发展 就是你的环境 你的培养环境 你的社会环境 你的家庭环境 和你慢慢走上社会以后 你自己对自己的认知 你比方说我 我拿我啊 我小时候特别内向 看得出来 我的中学老师 在我入行十来年了 见到我以后还说 我怎么想象不出你能当演员 我是被什么开发出来的呢 我是跳伞 我跳过四年降落伞 我听说了 我当过四年跳伞运动员 我那会儿 刚去运动队的时候 就是一个瘦小的 就这么一个小鸡子的事 就特别瘦小 然后就是开始练 每天一万米长跑 每天一百个俯卧撑 哪撑得住啊 最后将来说一天你给我做一百个 好 就被人看着 让一个就是 壮的人看着我 必须做 然后还有一个什么 在运动队学会了骂街 因为你跳不好 你一跳不好 跳伞运动是自己的事 对 风向风力 你掌握不好 你就跳不到那个 踩不到那个点 你踩不到那个点 你赖风 你只能骂风 你只能 你不能骂人 你不能骂对手 对对对 然后你或者只能骂自己 就是 我怎么那么臭啊 就是学会了骂街 学会了表达感情 学会了放开自己 所以其实那段时间 就是为我做演员 做了一个特别好的铺垫 所以你想 我都能成为演员 谁还不能成为呢 真的吗 真的 没有 没有天才吗 就是 有 天才有 那些大影星 天才有 天才也是在那一瞬间触发出来 我听他们说 你就是最早 也是舞台边上跑龙套了 是不是 对对 刚到剧院都是 说是 说是有一个什么 下意识的一个什么 什么行为 让这个咱们冯老师 一眼就看见 你身上有表演黄金了 咱们演全家福 演全家福 我演那个福莱 福莱 我在上面插那小旗子 然后那个 您那个角色的 乡下的脑膜 带着孩子就来了 就说找谁 就听他找人很正常 进活动找人都在里边呢 您是他什么 我是他爱人 他是我爸 他儿子 他女儿和他的爱人 在屋里呢 这儿来说 这是他的爱人 现任老婆在屋里呢 对 然后我正插 中村的老婆又来 我正插着旗呢 他一说这个 我差点没掉下去 我就晃晃晃 我说什么东西 这是谁 就说袁老师在旁边看着 说你看这小子 这小子活 活演绎 这是第一次 我听到袁老师说过 对啊 那怎么你就看着他 没看着别人呢 咱们先说 每个人都有做演员的潜质 对 但是能不能做好演员 这是你的悟性 潜质都有 但是悟性 你比方说 我为什么给摄影戏的小孩 去做表演课 那么其实跟文化还是有关系 我当时那助教就跟我说 我们训练了一个月 就上台演戏了 而且演成是全本的 也演过日出 那个陈白露演得真好 那摄影戏小女孩 一个月演得真好 后来我那助教就 我们说 这个比表演戏的强啊 我说废话 高考多二百多分呢 我就下意识说这么一个 但是你仔细想 是这么回事 为什么说 做演员拼到最后 拼的是文化 这个真是 我就跟他说 要看书 要看电影 要看好片子 我给他推荐 好演员的片子 和一些书 他今年真的是 跟去年不太一样 郭德纲老师 他也是说 他说你这个说相声 真要说得长啊 最后拼的是文化 对 某一听你不太理解 这是抖包袱的事 实际你越想 就好像文化 能帮助你走得长 更远 对 是吗 这是一定的 不是 挺聪明 抖机灵出来的演员 其实就是那两下子 我们有啊 那上学的时候 棒着呢 那老师做那作业 他能够 演的 我们都 哎呦 真棒 现在没了 就是现在成为一般演员了 永远在用聪明演戏 永远在抖机灵去演戏的话 最后拼到最后 没文化了 你包括他的那个往后冲 往后那个转身 我虽然是我给他的调度 如果我只是让他美了的话 他跑起来都是美的 但是如果给了 给了他自己的那个经历以后 他自己意识到 陈白露的经历是不是那样的 他再跑的时候 他一定不是那种 哎 您一说这个身体啊 您好像老说这个演员 就是用身体 对 来演戏 对 这个身体啊 我有一个体会 为什么当年我觉得我也不成啊 我就发现这个不会表演的人啊 嗯 你不说呀 不开机呀 他会走道 嗯 因为他要一开机啊 说你一边说着这句话 一边走到镜头那去 对吧 我记得 我现在就记得 我走我就觉得 我这个重心往右边偏 我觉得重量 我就哎 哎 但是在走的过程中 我觉得这么弄回来 就太僵硬了 你知道吗 最后我自己就翻了 哈哈哈哈 就是 哎 然后呢 你一僵 他说你要走这条线 我最后就走了一个弧线 就走偏了 走偏了 但是您说的控制身体 人如何能够控制 就在这种有意识的情况下 控制 所以哥罗托夫斯基 首先是从形体入手 哥罗托夫斯基是斯坦尼的学生 是斯坦尼的关门弟子那一波 啊 然后斯坦尼 其实我们到现在 对斯坦尼的认知 是停留在斯坦尼的前期 嘿 斯坦尼的后期 其实他也开始关注身体了 嗯 他觉得身体很重要 在舞台上 哥罗托夫斯基回去以后 他就开始 想这个身体的事 他关注到什么呢 其实跟我没有关 他关注到了东方神秘主义 神秘主义的东西 他关注到了中国的气功 关注到了印度的瑜伽 所以哥罗托夫斯基 最初训练演员的 三十二个动作当中 有很多是瑜伽的动作 意念是气功的意义 哎呦 你讲这个 有意思 就是我有一次看你 他知道你们演戏的时候 你就说你眼神 对 眼神看到哪 对 你的声音就 对 送到哪 嗯 你看中国人讲写毛笔字 对 意在笔线 对 这个东西 你在物理学上 有时候咱们很难解释 对 但是所有有过文艺表演经验的人 包括写书法画画的人 都能同意这个道理 比如说我有时候跟观众讲话 我都能知道 就是我的意思到了你那 你肯定在专心听我说这句话 没错 但是我一走神 我马上就发现 你的眼神也恍惚了 对 就是这个很神秘 是 所以哥罗托夫斯基 其实在某些程度上 有一点就是教化的作用 他说人体有两个极限 生理极限和心理极限 嗯 他要做大运动量 这三十二个动作 要用大运动量去做完了以后 其实他是希望你有一个 超越你的极限 就是说我生理前运动 运动到一定程度 你的肌肉累了以后 你一定传递到你的大脑 告诉你说我累了 你的大脑说休息了 一会 休息了 但是如果这个时候 你的大脑一再的强调 就是你不累 你不累 你不累 有十五到二十分钟的身体的 那种痛苦的僵持 等过了这个阶段 人就像有动机一样 我们熬夜就是这样 我们为了赶一个事 熬夜熬夜 熬到那个时候特别困 但是熬过去的时候 你精神了 这就是我们的超越极限 生理极限和心理极限的超越 格鲁托夫西用这种去超越的时候 其实他是希望你能够学好 控制你自己的身体 我在德国最长的一次 我们是全班做了五个半小时的热身 大于能量的热身 然后我们教授最后说 OK 今天可以停了 我们所有的人不是 哎呀 累死我了 我们所有人说 嗨了 嗨了 就说在哪玩去 派去 其实什么意思 就是其实人是可以做到的 就能量 人的能量是无限的 就比如说你建议 要是我们要上台演讲 或者要进行某种表演 对 最好事先 我建议能够热热身 热热身 哦 你再上去的时候 你的精神是抖擞的 我们演戏都有经验 我们现在很多 我们在剧院演戏的人 演完戏回家不睡觉 为什么 我们演戏过程中热了身了 热完身以后 我们精神的戏也演完了 其实应该那个时候演 对 我经常说 我们说应该演完以后 再演一场 绝对比第一场好看 演得好 状态不好的时候 我其实挺着急的 就是使劲运动 就是使劲让自己兴奋起来 你按照冯老师这法术 不叫法术 法术 这招是吧 热身当然是管用的 首先你热完了之后 整个身体的血液是流通的 你这个人是通透的 然后再上台的时候 你是开的 而不是闭塞的 这是最 不僵 肌肉不僵 远征老师希望 白露看邦达生的时候 是带着钩的 因为白露平时 他跟男人交流啊 交际什么的 对对对 然后之前就一直没有 后来有一次 突然间我就觉得 今天眼神 就他给我的感觉 作为对手感觉 今天眼神不一样 给我的感受不一样 后来我就问远征老师 我说远征老师 您跟他说啥了 昨天我也做 我说昨天我也做训练了 昨天我俩一块走的呀 怎么回事 然后后来就说的是 让你把我当成儿子 是吧 就是真诚才能打动观众 就是这个演员呢 或者不管演员 还是主持人 你一定要发自内心 对对吧 你心里是这个母爱 你就应该是母爱 对吧 你心里你要表达这个失恋 你就应该想着 是你的恋人 但是呢 我看冯老师的方法是 结果好使 就是不管黑帮白帮 抓住老手就是好帮 对对对 我是觉得就是这种方法 可以唤起你内心真实的 那个东西出来 对 他是一个苗头 可以把你真实心里边 那个东西带出来 你看他给我的那个东西 突然眼神带钩了 那我给他反馈的态度 肯定是不一样的 慢慢慢慢看我 不管我想的是什么 对 但是我传达出来 一定还是真诚的 对 一定是把自己心里边 那点真的东西 通过这种手段 给他拽出来 其实方式不同 我用一个什么方法 你将来可以试 好 就是什么呢 无声 做得很远 你能做一个脚 然后要用纯语 把台词说出来 就是没有声音 但是我说对方 就是你在跟我说词的时候 你是没有声音的 但是你用纯口形 给我说出来 明白吗 就是不出声音的 说台词 我看 我必须看着他的这个口形 把这句话说完了 我才能在无声的 再传递给他 把这一段戏 用无声的方式 说出来以后 说一遍 说两遍 到第三遍 他再说什么都对了 原因是什么 愿望 我们每个人 在说话的时候 都是有愿望 愿望就会七情上面 对 而且你的重音 都不用去找 都对 哦 明白了吧 对 被阻恶的 对 一个愿望 他就有强烈的说 说出声的欲望的时候 你再让他出声 一切都是对的 哦 所以我在排练厅 经常用这种方法 给他们去排练 所以这真是有方法 所以真听 真看 真感受 这是我们学表演 第一天老师就讲的 但是我们在 现实生活中 我相信80%的演员 在片场都不 真听 真看 真感受 就说词就完了 甚至我在片场 遇到过那种 就是 我说词 我这句话说 结果我最后一个字 我改了一下 就是没说 或者说 变了一个得地得 变了一下 不接词了 后来说 当然 怎么回事 怎么不接词 当然他那个话 没有说对 他没有说那个得 我说我意思总是对的吧 他就听 你只要得 我就该接词了 这也是很大的问题 你知道吗 所以为什么 我到现在跟他们强调 真听真看真感受 在台上你一定要真听 但是你说这真听啊 我又想起 就是跟您这个缘分很深的 就是那个德国的那个 Mersin教授 Mersin教授 这个冯老师都管他叫妈妈 对 就是你在仁义演一个戏 对 你不知道该怎么演 对 就北京人 北京人 对 然后你给他写信 对 就是北京人那个曾文青嘛 我老找不到那感觉 然后呢 导演就是也是在说 你这个人物不对 因为我那24岁 演一个40多岁的男的 就是确实是 可能史上最年轻的曾文青 然后我就给他介绍 我就给他写了封信 我就给他介绍了 就是说这个剧是怎么回事 曹宇的剧 这个整个剧情是什么情况 这个人是怎么回事 他跟每个人物的人物关系 是怎么回事 讲完了以后 就给他寄过去了 半个月以后 他就给我寄来了一盒子弹 就是火之战 我的战车 那个起 海边跑步 对那个 特别好听 那个音乐非常好 特别好听 然后呢 我就看这封信 他就跟我说 他说 我不知道 这个角色 这个人物 在中国的那个时期 是什么样 但是通过你写的这些东西 我想告诉你 就是第一 你在台上走路的时候 你感觉是在水里头走路 有阻力啊 你就会走得慢啊 明白吧 做事情就会缓一些 他说第二 你要不断地感觉到 就每天 就是你在台上 跟任何人演戏的时候 你都会感觉墙上 你所处在这个环境当中的墙上 有无数只眼睛在看着你 对 然后最后他说 第一幕到第二幕的时候 你会觉得 房顶 下压 墙开始收缩 然后随着每一幕的递进 这个空间就越来越小 然后第二天我上台一眼 当然说 你的感觉是这样 这为什么呢 心理暗示 首先他告诉你的形体 你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 就这个像在水里走路 你不能那么快 所以呢 我在上台的时候 陈奶妈 是吧 就老气了一下就 那么呢 就是随着就感觉这个 就是有这个眼睛 就是说我在和 那个表妹在说话的时候 就不会说是 那么 就是大明大方的了 那么明快的了 是吧 就老会背后觉得有人在看着 你想 你在背后老有人看着你 你说话是什么感觉 他是偷情嘛 尽管没有真实的接触 是两个人没来眼去 说话传情 搞暧昧 然后呢 老婆也是老说他 所以他会经常会 我会 后来我在演的时候 只要我老婆一说话 我有的一瞬间会 下意识的有一个 就是下意识的小动作 就是会有这种 他就让你心理上 生理上 其实他是在生理上 就给你一个刺激 就哥罗托夫斯最好的 最好的是 最好的一个东西是什么 就甭管我演什么 我心里想什么 你看到的是什么 是我给你的 我心里怎么想的 你不要管 而恰恰 他更注重的是 生理刺激 其实生理刺激 是最容易让人的 让人记住的 就是身体记忆 你比如说冒霉止渴 就是说 你没看过 梅子 你没尝过梅子 吃完了 酸死你了 你下次再一看见 他长了树上梅子 你自己口水就出来了 为什么 就是网霉止渴 巴弗洛夫条件反射 条件反射 狗就流口水 这种条件反射 其实是人最容易记住 而脑子倒不一定记得住 那那个 身体记忆 你说那个房间空间 为什么要这样呢 就是压抑 他的那种心理状态 就是他坐在这 他就已经开始觉得 哎呀 穿不上去 这一切都是 他巧妙设法 对 让你找 让我找到这个人物的东西 是从外在找的 而不是从内心找的 因为他没法给我讲内心 他分析不了这个人物 但是通过我的描述 我就觉得我教授太聪明了 就他通过我的描述 然后他告诉你 就是说 他告诉你 就是你外在应该去 怎么找这个人物 而外在的东西 让你找到心里的一种张力的东西 你就越来越难受 越来越不舒服 在这个家里 这个你们觉得有启发吗 你在生活当中 就像您刚才倒茶 你看 这都是一体合成的 我们没有设计 对啊 很自然 但是如果说 我说好 就是那个教授给的 我觉得给特别准 这他第一次听 我第一次听 我觉得就是对那个人物来说 就帮助是 就是就是一针见血的那种 比你分析一大堆 我在家里面经受了什么 我跟这个人什么关系 就比这管用太多了 他只要这一点 就是你看 比如说很多人幽闭恐惧症 一进那个 就是比如说CT 或者是美黑的那种 对对对 他进去他就会喘不过气 同样的感受 你在就是阳光明媚的广场上 和你在一个小黑屋里面 然后你感觉这个墙 一点点的 像你自己心里会有变化的 你有没有借用过什么经验 还让你把我看成事 还有一次让我直接勾引你 那你怎么找找勾引 从哪来的 就是陈巴路毕竟是个交集花 他可能习惯性的 看男的眼神里面 就会带一点那种东西 然后呢因为我之前吧 就是性格其实大大咧咧的 对 而且他就女人味 对 对 我说你身上女人味少点 对这个东西 然后我其实我之前特别困惑 我说怎么有一段时间 他看我老师 老师这样看我 因为我觉得 要我的话 我正常可能就是 嘿就这样了 但是呢 就是一定要带勾呢 我就会刻意的就说 我就刻意了 但是有人让人跟我说了 就是你要去勾引他 就要去执行这个目的 词已经不重要了 这个得找准的 我最早演这个的时候呢 我就一直在想方达生怎么演 然后后来我就看着 看见朋友圈里边一张照片 是 是谭尼老师以前的那个 那个 他那个 拍的一个戏 嗯 他在演一个杂耍 然后那个年代 那是八九十年代吧 对八十年代 那个时候的人的眼睛是很透彻的 对对对 很清亮的 这么大大的 感觉哎呦 这个人好干净 我说方达生应该就是这样的 他看着都是 带着精细神都这么看 这个人好干净 我会觉得这个眼神特别清澈 后来我就尝试这么去演 包括我给他拿车票 我都是 车票 走吧 走吧 我都是这样的 后来发现 有装嫩 有装嫩的嫌疑 好吧 因为他一旦这样吧 他自己气就往上走 对 扶上来了 扶着的就 走吧 就装嫩 往下走 就该就真诚 对 真诚其实就够了 所以你说 曹余先生写这个最后这个词啊 这个多让人有这个怎么 有触动啊 对 太阳出来了 黑暗留在后面 黑暗留在后面 但是 太阳不是我们的 我们要睡的 对 真假的 真是 这个意境了 开始说这个话的时候 是陈白露的生活 陈白露的生活就是啊 对 太阳出来的时候 是我玩完了 我们耍够了 我们该睡了 跟我没关系 对 所以扶生也跟他也说嘛 这儿没 见不着太阳 我们都是小鬼 嗖嗖嗖嗖 属于黑夜的 夜生活的人 那么到最后 陈白露决定离开的时候 他又说了这句话 是他的宿命 所以冯老师真的是 我觉得你给北京仁义带来一种新的表演理念 但是这个表演理念呢 我也很好奇啊 就是 我看你那书啊 就是这个德国的这个老师 Miris教授 Miris教授 我有点不太明白 你看 他到北京仁义指导过你们 对 然后他就邀请你去德国 1989年 这个西伯林高级艺术学院 对对 高等艺术学院 高等艺术学院 你去了呢 他每个月给你生活费 给我生活费 在他家吃 在他家住 这是一种什么 这是一种什么关系 其实特别像中国的这个师徒关系 你看中国找徒弟 特别是什么老中业 或者是一些高手找徒弟 都是追着 说哎 你行 你来当我徒弟吧 他还不让你去打工 对 他就是说你要专心学贺术特斯基 然后就是生活 他供养你 对 那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就是希望我能够 他在德国没找到接班他的人吧 可能只是学生 但是他觉得我身上可以具备 把哥罗托夫斯基的东西 掌握得很好的人 那咱怎么说 咱庸俗子说 他也没有什么别的利益了 我觉得其实可能他 对 没有 没有任何利益 就是传道 我告诉你啊 我为什么就是 我为什么后来信 就是我为什么觉得 他是这样的人 你比方说他开始 林诏华导演去德国 发现了他以后 回来跟于世之老师说 我们给 就是85班 我们班这个学员班 请一个德国老师来吧 叫哥罗托夫斯基 于世之老师根本没听说过 说是好吗 好 行 来吧 就来了 后来我才知道 他是坐火车来的 我也是坐火车去的 坐了八天的火车 从德国到中国 然后他不要酬金 他只是北京人 给他租的好员饭店 四合院式的那个宾馆 然后管他两顿吃 早餐和中餐 晚餐他也不用 居然管他 自己就去小馆吃饭去了 所以 其实这一个月交下来 他一分没拿 他只是来回的火车票 和一日两餐 然后第二次来 依然是这样 其实第二次来 他是为我来的 他就是要劝我 一定要去德国上一月 为了一个船人 对 然后到了第87年的时候 暑假他又来了 说是旅游 其实他还是为了劝我 在这待了将近一个月 这个跟学校什么 没有什么关系 跟学校没关系 就是一个教授 对 等于说他发现了一个人 他出钱就请你过来学 这种关系 咱们挺少听说的 对 我觉得这也是 因为你的情欲 我可能是这方面的 最奇怪的一个人 就是出去留学是最奇怪的 第一 我不打工在德国 那个时候 对 只有两个人不打工 一个我 一个鱼龙 就是中国爱与业 它不指挥 因为他爸 他妈那会儿 在香港做生意 还是什么 就家里比较内生 所以我们俩经常在柏林 就约着喝咖啡 因为他知道我也没事 他也没事 不打工 对 然后其实我非常感谢他 就是以至于到今天 我出去教课我不谈钱 是因为我觉得 我有背负着一个教授的 一个使命 就是说他的所作所为 让我觉得我也应该这样去做 其实他这么样的 一片心情 好像最后真正使得您 远赴德国的 也是因为失恋了 对 他当时其实请了我三次 我都没去 而且他其实在回到德国的 第一次回到德国以后 就给我们剧院写了一封邀请函 就寄到剧院了 我不知道 后来事隔一年以后 世芝老师才跟我说 你知道吗 他那个早就给你写过信 后来那个时候知道我谈了 他说你到德国 我给你举办婚礼 你就来吧 他就是希望我去 结果最后你失恋了再去 对后来我失恋了 然后我就给他写封信 我说我想去德国留学 马上就把所有手续办回来 担保啊 邀请函 所有的手续办完以后 然后因为他是教授 其实教授在国外的地位很高 然后他就给使馆发函 那会儿还是写信呢 就是说一定要给这个人签证 那你在德国刚去的时候 想回来吗 不想回来 为什么 失恋 至于失恋 怪不得让你调动失恋的经验 能量是巨大的 他只说能量是巨大的 真的就是因为 因为觉得再一个就觉得无望了 失恋就无望了 对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真的是 就是天塌的感觉 失恋有 因为要结婚了 就什么都办了 什么都买好了 你们的老师啊 是个这么性情中人啊 是吗 所以就觉得一无反共 所以我走的时候 带了两个箱子 其中有一个箱子里头 一半的箱子是装的书 是我准备不回来以后 我要在这些书 是要陪伴着我在德国的 然后又回国 又把它全带回来了 没扔 没敢扔 我当时决定要回来的时候 我纠结了半年 就是哈姆雷特的生存 或者毁灭 就是留下还是回去 留下回去 因为生活很好 物质很好 你比如说我刚到德国的时候 我下了火车 夜里一点多 我在西柏林火车站下的车呀 然后我下了火车以后 车站很熟悉 因为法斯宾德尔有一个电影 叫地铁车站的孩子 就是在那个地铁站拍的 而且是实景拍摄 包括很多那个就是 后来我还跑厕所 那厕所一模一样跟电影里的 哎呀 我当时就觉得太熟 因为我特别喜欢法斯宾德的电影 我也喜欢 然后就地铁车 我就哎呀 就到这都还熟悉 到那都熟悉 然后呢 时间长了以后 其实第二天我就赶上了东西德的那个开放 哎呦 你可真是 你赶上柏林墙了 一年以后德国统一 我赶的时间特别巧 因为你见证历史变迁呢 对特别巧 所以你就会见证这个东西 但是这个一年当中 也是我心理变化最大的一年 就是说我在统一的那天 之前的一天 我那会德语已经不错了 就所有的我的德国朋友给我打电话 说真 那会他们也叫不出什么缝啊 叫缝 他们就特难听 对 真 说你不要出 你不要去波兰登堡门 你不要去广场 说你要碰上纳粹的话 新纳粹的话 你会挨打的 因为你是外国人 奥斯兰的 然后后来那天我还是去了 但是呢 就是说还是提心吊胆 就是你会突然发现 社会是把你往外推的 因为你不属于这个社会 然后还有就是 局外人的 当你在这个 他们赶上德国大选 然后比方说他们俩是好朋友 但是他们俩两个党 他们俩会为两个党争的 就是甚至胡扇耳光那感觉 就争得乱七八糟的时候 结果我在旁边说 哎呀 我说我觉得这个党还是不错的 这两个人会 跟你有什么关系 是 我觉得我德语也会了 我的思维也是德国化的了 就是跟德国人也能开玩笑了 也能听懂他们的德国的玩笑了 也都很愉快了 就没照经 你已经跟他们一样了 就在人家眼里 你永远是外人 当然了 还有一个就我一个朋友 就是他结婚去的德国 然后呢 不好了 就中间就跟他那个德国爱人 不好了 不好以后 跟那个德国那女子就说 八年以后 我拿到德国护照 我们再离婚 德国人很举气 好 就是八年 后来那天拿到护照 就给我打电话 因为别人都没时间 给我打电话 说远征 咱俩晚上吃个饭吧 我说为什么 说我今天拿到德国护照了 哎呦 祝贺祝贺 一定吃一定吃 我们俩找了个小馆 就吃 吃完了 哎呀 我说我来喝点酒 我说祝贺你 爸 好什么好 回国 回国还得签证 看我妈还得签证 对呀 我当时哦 这一下捶了我一下 你知道吗 我说那也挺不容易的 他说 哎 八年了 我熬了八年 我不拿吧 不合适 嗯 拿吧 你说 这儿看我肯定 我要不拿护照 人肯定说 我不是德国人 对不对 然后我回中国 人肯定说 我不是德国人 就是突然有一点小伤感 然后 你就受这个触动 不这是一个触动 再加上德国人的这种 对我的这种民族性的 这个排斥 就是下意识 他跟你是好朋友 但是他会下意识地往外推 你不是这个社会的人 但是作为一个演员 是不是也觉得没有什么 对 你比方说 看戏 我每个礼拜都去看戏 花学生票很便宜 在德国 每个礼拜都去看 看到就是一般的戏 看看也就高兴 就行了 真正看到那种 自己特别喜欢 特激动的戏 就哭 莫名其妙地哭 卸慕 你是老师爱哭 卸慕的时候就哭 为什么哭 就是因为你想 其实你心里还想 也站到舞台上 我后来也被教授 你去德国不就是为了学戏剧表演吗 因为我当时不想回来 他想在那开馆子 开个中餐厅 对 就是我学这个事 然后我德国教授给我介绍了一个小的剧团 私人剧团去演戏了 去了以后 开始 因为他表演也有一些术语 就他们剧团里说话也会有一些术语 但是当你觉得这个词生的时候 你会觉得 你再说一遍 就是意思就是 别人说 阿苏 我再跟你说一遍 这个词的意思是 就你突然会觉得他 瞧不起你了 你是外国人 好 我慢慢地告诉你 所以其实我就 有点说次 然后所有的演的戏 你都是不想演的 但你为了生存 你必须去演 你要留在德国 就没法当演员 对 所以我当时就在 就在每天坐 听着Walkman 那会叫磁带的那个Walkman 对 然后坐在地下上 就想 我要是留下 我能干什么 我只能中断学习 拼命打工挣钱 开中国餐馆 他做餐馆怎么样 我还行 然后开中国餐馆 然后说 开中国餐馆 要是不行的话 最好的办法 找一个德国人接会 你就开始学吗 也没有 说还是不行 自己做不了这个 做不出这种事来 他说那还有一个办法 就是当导游 每天举着旗 去机场街 人开着一个面包车 给人讲 这是哪 这是哪 真的是 这人生啊 我刚才一下换话出 你要不是这条路 你可能今天就在那 举小旗呢 就是 带着冯远征 就是 真的 所以 去年还有人问我 说远征 如果你要没有回国 你在德国干嘛 我说也许你去旅游的时候 你就聚着一个 举小旗的 说曾经是北京人艺的演员 在那 有可能 所以翻回来说 就是 我想来想去 最后 我觉得我要回来 我就没有 我就没学完 我就 找我教授 我说我要回国 教授就 大翻了一听 对 说你是个伟大的演员 你要在中国成名 你要演话剧 你什么 哥罗托斯对你 什么都不是 就急了在家里头 你回去想想吧 我就回去了 回去想想 我说不行 我还得回去 我还得跟他说 哎 发完火以后 第二次再去的时候 就 他就冷静了 然后我说我 可能还是要回去 然后 等我买完票以后 我第二天要走的时候 我就 头天又回去了 因为 就是 他的妈妈还在当时 九十多岁的 就是 他不在家的时候 在家里头就是我们两个人 我跟欧马 就是奶奶的意思 在一起 所以我们俩其实感情特别好 然后呢 就 去他家 去他家以后 我就 他说 我说我明天 我说 我说 路特 他的 他的那个 就是小名叫路特 就是 美尔心是他大名 我说路特 我说明天我就回中国了 你回去 还回来吗 我说 我有机会 我一定回来 行 他说 我明天有课 我就不送你了 我现在还有点事 我就走了 他就走了 然后呢 我就跟欧马在一起 我说欧马 我明天要回中国去了 他说你回去干嘛呀 我说 我回去换护照 我就不能说我 骗奶奶了 他说 他说 他说那你还回来 我说我回来 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说我换护照 我看看情况 我就回来 然后他说了一句 就说 那个 等你回来 我再死 回来上 我说 奶奶 不 我说一定回来看你 我一定回来看你 然后呢 然后他就拉着我的手 我有一个 我给他带过一个 那个就是 盆子的手镯 是银式的 特别古朴 他一直戴在手上 就拉着我的手 然后他就跟我 看着我 他也不说什么 他就看我 然后一会儿再 他又看看我 然后后来 我就说 我说奶奶 我可能 欧马 我说我可能 我一会儿得走回来 他要说说点东西 他说 那你一定回来看我 我说好 我说好 然后 就 就 就走了 当你说我就出来了 出来以后就蹲在门口 我就把他那哭 后来第二年他就去世 奶奶就去世了 这个是很深的感情啊 你跟他也结下了 对 那这个教授现在呢 去世了 14年去世了 很庆幸是13年 我去德国看了他 那个时候他其实挺惨的 他是两条腿骨折 就是他的一条腿 有我两条腿那么粗 然后当时 当时 他其实 我刚回国的时候 他挺 我给他写了很多信 一封没有 后来我就给德国朋友打电话 我说是不是东西的统一以后 这个 这个 邮政的编码变了 是不是有 他说好像没变 其实他就不回我的信 他还是对你失望了 对 后来中间有一次就是 做那个超级访问 然后那个谁 李静就问我 你有什么愿望 我说我特别想 知道我德国教授的消息 就联系了我的 德国的一个朋友 就带着录像机去 他们家拍他去了 而且正好我给我那个朋友 那朋友在中国人 给他带过一本书过去 然后呢 就拿着那个书就去了 然后去到教授家 然后那个时候 他已经不像以前那么精神了 开始留披肩发了 他原来是短发特利索 然后他就 就拍着他 然后就说 远征怎么 那会我已经不要 和莫生说话已经火了 然后他说远征 现在这中国特别有名 演的电视剧叫什么 就是什么什么的 然后他就看着那个书 他说哎呀 他的头发少了一些 然后说 说他不做话 他不演话剧了 非常的杀的 杀的是遗憾的意思 德语 就是很遗憾的意思 然后呢 说他好像还在仁义 还在 北京人艺 然后后来就这样 我们俩就联系上了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说我还是北京人艺的演员 我说我每年还是演话剧最多 然后 然后他就很高兴 后来到13年 我说毕竟我必须去看 因为又没有他消息了 你看他就是 后来就 我去的时候没有告诉我 当时还跟了一个剧组 就摄制组拍我这个纪录片过去 然后呢 后来他就跟 他就跟联系的人说 就为了制造那个记录的那个过程 他就跟联系人 他说我只跟他们能够待40分钟 然后我说好吧 因为他说我身体不好 结果我们就去了 车停下来 停在他们家门口 我就站门口 还是那个样子 然后只是就是更旧了一点 比我走的时候更旧了一点 我正好正看着呢 然后这个门就开了 我当时就差点哭了 因为什么他坐在轮椅上 我没想到他是坐轮椅 然后哎呀 我说妈妈 我说我回来了 然后他就说 他说啊 然后就进去了 就没有那么拥抱 那种没有那种 就是激烈的 然后就是我回来了 然后就进屋进屋 然后他就 他就看着我 我就看着他 然后我就 我就想哭 但是我不敢哭 然后呢 我说 我说那你就跟 这好像我有朋友吗 我说我想到楼上 看看我住的那个地方 然后就一层一层地看 就很慌 就是没有人打扫 长时间没有人打扫 那种感觉 就脏的一趟 我那小屋也是特别脏 我在我那小屋坐了以后 想想我当年在这生活的 然后每个屋就喘了 喘了喘以后 就又下来跟他聊天 后来我就跟他说 我说妈妈 我说这样吧 我带你回中国吧 我说用中医的方法 给你治这个腿 他看着我 他说 我走不了了 我说没事 我说咱们做头等舱 我说给你服务的很好 我来接你过去 然后他说 他看着他争 他说我呀 不想走了 然后我说 哦 那好吧 就他眼神特别坚定 他说我不想走 我那好吧 妈妈 我说你要好好的 我说 从 我有时间 我还会再来看你 但是我说 离得有点远 你一定要好好的 我们聊了两个半小时 其实你那个时候 也明白 有可能是最后 有可能 有可能 然后临走的时候 我就抱了他 我说 我说妈妈 我永远爱你 然后就出来了 过来以后 就顺着我们 就是经常我走的那条 上学的时候那条路 我就一直在那走 走的时候就 就特难过 然后因为我离开了三十多年 回去一切没变 环境没变 然后后来一四年 就中间呢 我就没有办法 就是老跟他联系 因为有时差嘛 我又怕他 我就让我得过那个 星期给打一个电话 结果后来过了一段时间 大概一年不到 我那朋友说电话断了 没有人 没有了电话 空号了 完了 我这就开始 我说这个怎么办 我说 那我说不行 我还得要就是找他 但是这中间 我就一直在忙活 当颜队长啊 就忙活 后来我不行 我必须回去 17年 我说我必须回去一趟 就又回去了一趟 就带了个小摄氏组回去 去找他 找他 结果回去 回去的时候 其实我已经知道 他没有了 他没有了 14年没有 然后再回去的时候 回到那个屋已经 就是他的儿子在德国 已经把那个房子 重新装修 租给了一个 意大利的大使的 那个就是家老 然后还不错 那意大利人特别好 就我说 有一个中国人 要回来看 他曾经住过的地方 那主妇就早早 就把家里 他收拾好 就等着我去 然后去了以后 就很难过 就是看了一切 就是刚跟他儿子见面 我们俩那会儿就特别好 见面就聊了 聊了他 他就说他 他妈妈去世的那天 他在东德的一个 就是原东德的一个城市 离家三百多公里 他也是剧场的一个 部门的负责人 那天正在演出 妈妈给他打电话 说我不行了 他说我等演完出 我赶回去 等演完出 他开车赶回到家 已经没有了 哎呦 这个故事啊 你们 你们是第一次听老师 讲这个故事吗 对 也是第一次听 有什么感触听了 缓缓你们先说 我觉得 首先这是一段 让我觉得很神奇的一个经历 太神奇了 让我觉得 是一个非常神奇的经历 然后 在那儿学表演 在那儿 没有人用 用一个 中国的演员 去跟他们一起 让你演主要 能给你个 边上的角色演 就不错了 所以我不知道 是在那儿 怎么样能够坚持 那么长时间 去在那儿学这个 这个东西 然后回来以后 发现 对自己 恩中如山的恩师 走了之后 再回去 那又是个什么心理 开开门 物是人非 但是地方 还是那么个地方 你知道我想到什么 有些人身上 就有一些特殊的奇缘 有些 你比如说 你看他原来 这个是跳伞 对 对吧 跳伞 最后好像是 考北京电视学院 对 没考上 因为形象差 他没考上 对对 然后呢 就是在 进人意了 进人意了 然后碰到了 这个德国教授 对 碰到德国教授 德国教授 一请他不去 二请他不去 人家是要找传人 对吧 结果他失恋了 才去 然后呢 最后还是回来了 决定回来 回来了 回来了 他现在是 演员队的队长 对 他现在把他 从那个德国 这个老师 这个教授 格洛托普斯基 学派 学到的方法 用来塑造 你们 塑造 这个新一代的演员 哎 这叫 正中国老辈 那个来说 这算是 你们 施什么呢 施奶 施奶 施奶杀手 施奶啊 就是这个 这像是一个缘分呢 人家跨越东西 中国和德国 然后一种表演的学派 你看他 格洛托普斯基学派 最早他又是 从这个 斯坦尼 斯坦尼这个体系 对 出来的 然后哎呦 就单找这么一个 中国的传人 对 然后这个传人 现在在北京人艺 对 然后这种表演 他又汇流汇入了 中国演艺学派 对 我觉得这个 哎呦 你都流眼泪了 哎呦 哎呀 露露 现在不用调动感情了 这个真的是 怎么这么感动啊 我感觉我演完 《陈华路》以后 变得爱哭了 越来越脆弱了 是 是 你看你也爱哭 交车也爱哭的 不是 我爱哭 开始是傻哭 因为一看老艺术家 不行了 我们怎么办呢 就孩子 觉得爹妈要没了 怎么办呢 对吧 就是天塌了的感觉 对 但是那个 在看戏哭 就是做演员 对 就是想演戏 就憋得难受 你知道 就在这台 就看着人家演戏自己 对 但是呢 你在事后来看 冥冥之中 又似乎有这么一条线索 对 就是你会产生一种 强烈的宿命感 对 就是有个事 摁也摁不住 谢谢 我现在想起来 就有 我有一个师傅 给我那个表画 有时候我弄个踏片 他给我表 这个小师傅呢 他其实是个建筑工 但是他表得特别好 现在很多画家都找他表 他说这个 就是 原来我们在建筑工地上 他说有个老头 过来就是说 我这首绝活 就是我这个表啊 表画表什么的 这首绝活 我得找个人传下去 也是就是不要钱 你跟我学啊 这个老头天天骑自行车 来教他 他说他一辈子感谢 这个老大爷 他就是说他没有别的 他就是说我活不久了 可是我师傅 教给我的这一套表的 这个技术啊 他说他学 他师傅 他还学不到三成 但已经很好了 对 已经非常好了 你说咱们哪个时候 说找个老师上个 培训班还交学费什么的 他这个实际上有些人 他有这样的一种 就是我得传下去 对 其实我觉得 就是我的教授 他自己的精神世界 特别丰富 对 而且他对于这个事业的制作 你比方说他来中国 当时没那么发达呀 说来干嘛 就是除了教我们以外 说业余生活 总得让他干点啥呀 说登长城也登了 吃烤鸭也吃了 说干嘛 看他昆曲吧 就是咱看看中国戏吧 他一看 他说这是 这是我们想寻找的 最高级的表演 他说我必须认识这个人 就是海瑶仙先生 就是北昆的 女的一把 大清一 最后他就拜他为师 学 将近六十岁的了 去学昆曲 然后拿回去 教他的学生 当然他也不标准 后来我去 我还教过他的学生 就走这个台步的这些 包括云首啊什么的 然后他就真的去找他学 专门就是那年 八七年暑假来 除了来旅游来玩 就是找他要先学 然后他发现 陵墓 Zizuke 就日本陵墓中智的东西 非常好 他又专门 跑到陵墓中智那 学三个月 然后回去再教他的学生 所以其实在 就是他 他所有的一切 都是以学和教 执着之极 他也是戏比天大呀 对对对 真的是 是吧 他也 而且他觉得你 你走的时候 他还挺失望 对 但是实际上 你看这个命运呢 也有一个 他的意料之外 对 实际上你在德国 反倒没有太多演戏的机会 对 你反倒把他的这一套呢 带回了中国 这个咱们这个北京仁义 中国这个话剧的重镇呢 对 在这儿 开花结果 这历史上很多学派啊 就是这样辗转几千里 在中西方之间呢 对对 这就是也有东方的传到西方 又传回来 对 也有西方的传到东方 又传回去 所以我觉得您这真像是一个 一个缩影 对 这个就幻化到我身上了 哎 露露现在缓过来了 嗯嗯 嗯 聊聊刚才刚才 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对 远征老师的老师 教授 就是 他的那种 对 想把这个东西传承下去 嗯 这样这样一个东西 我觉得就 非常的 美好 嗯 行了 那这个这个这个脉啊 有有有有点真气 刚才就随着你的泪水 渡到了你身上 哈哈哈哈 就是师徒相传嘛 嗯 你看你有两哭 是吧 仁义的这个老人们走了 你哭 对 最后你离开德国妈妈的时候 在他门前哭 对 哎呦 你就是戏呀 哈哈哈哈 你太戏剧性了 对 但是我很感谢那段生活 哎呦 我觉得今天呢 咱们本来是 冯远征老师的表演课 哈哈哈哈 但是上成了冯老师的人生课 没没没 而且您这真是落实了 人生如戏呀 而且在很多方面 给咱们启迪 是吧 咱们这个 继续学习 继续学习 谢谢 谢谢 太好了 太好了 谢谢 谢谢 聊篇了 哈哈 歪打正着了 哈哈 就是日出 您说这个曹宇先生 您说这个曹宇先生 你是这个格罗托弗斯基 格罗托弗斯基是斯坦尼的学 就是海耀宣先生 就是海耀宣先生 包括云首 什么的 就被困在里 你的一把 回來跟御史詩老師說 因為法斯彬勒有一個電影 就日本人目中智 本節目有給你深度好睡眠的洗臨門床墊 獨家冠名播出 本節目有北歐豪華旗艦型轿車 沃爾沃S90聯合贊助播出 本節目有中國特香型白酒開創者 斯特東方韻特約播出 你的熱愛正在熱播